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那么在过去这一周当中 大家可以感受到 外资对台股的青睐度在减退 而本土的内资 那么现在也缩手 所以造成股市相对比较低迷 但这当中大家非常注意了 美国的税改 那么对台湾未来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这一周当中 川普的减税方案 那么大致上已经得到参与院的通过 那么现在在参众两院的协商 这当中非常注意的 一个美国的高科技的投资 海外的避税的管道 现在被毒死 那么这个时候原来的享受租税优惠 如果35%的营手税 降到20%的话 科技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奖励 反而有加税的状况 这当中还要特别考量到一个 未来美国可能会增加一个 20%的特殊的消费税 这个时候如果工厂不设在美国 而从国外采购的话 可能要加增20%的特种消费行为税 这个对台湾的供应链 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 包括鸿海的股价持续的下滑 鸿海这次从122块半已经跌到92块半了 跌幅大约达到25% 这当中大力光跌幅更惨烈 所以我们看到股王大力光从607速 一路杀到4100 那么这个跌幅超过三成以上 那么这样的一个下跌 也影响台股现在的相对的追加力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大家选代表字当中 用一个盲字来代表 这个盲其实也是代表人海盲盲 大家一时找不到方向 但是各位要非常注意的 全球股市在今年当中 他们发挥了非常大的涨幅 包括这个你看到 在全世界要找到下跌的市场 非常少 所以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时代 明年全球主要经济体 大概都有同步成长的机会 看起来相对乐观 那么现在来讲 经济成长强劲史上罕见 这个罕见我们看到股市全面的大涨 那么这个到现在为止 包括刘泰英先生讲说 明年可能有金融风暴 那么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喊出一个 ZDP的成长要达到6% 美国的市业领域4.1% 包括飞龙就位人数22.8万 那么初领市业救济基金23万6% 都写下新的记录 而福利宾最近也缴出 非常亮丽的成绩单 同时我们看到最近比特币的飙涨 都可以看出来市场资金 非常的宽松 但是这当然也暗藏险基 就在投机的背后可能大家要步步为一 那么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特别来看看 在东京机器人展 那么在今年它是两年一度 今年日本的机器人进化速度更惊人 等一下回来我们看看 这个包括邓卿文先生 也包括手楼门的陈正龙董事长 要跟大家分享 在东京机器人展当中 他们所看到的心得稍微来